富貴碼頭工潮已持續一個星期 被罷工工人批評 失蹤多日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晚上到大會堂出席活動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和社民連成員到場抗議 不滿張建宗不親身到碼頭見工人 他們一度企圖難阻張建宗入場 情況混亂 張建宗要由警員呼送入場 之後見記者也要改到貴賓室 張建宗說下午轉動約見和王港口集團的高層 談了兩個小時後 他說對方由誠意解決事件 期望一兩日內 可以同勞之雙方啟動調停會議 首先在事件發生第一天開始 政府當局是我們高度關注 我自己本人親自跟進的整局過程 我是跟得很貼的 和王港口集團高層認同 大家應該要儘快解決工錢 亦為香港整體利益 亦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 應該要用法理程的角度去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會很積極 是希望一兩日內 儘早可以啟動一個對話的機制 特別是在那個盤頭有幾個承辦商 和有些僱員工人 是儘早透過勞工處 進行這個調停的會議 他又說沒有證據顯示 有工人收到公司停工的威脅 若工人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 可以找勞工處協助 有關於所有過去幾天有些報道 有些判頭說 如果僱員不上班 可能會將他們辭退 我們也跟進過 的確沒有事實證明 有些判頭發了這些訊息 但如果任何員工 覺得自己是公平對待的 或者要投訴的話 勞工處很樂意去跟進調查 張建宗強調自己一直都有關注 和跟進富貴碼頭的工潮 但就沒有回應 為何一直都沒有政府高層公開表態 之後他再去接收示威人士的請願信 一直協助工人的職工文秘書長 李卓仁認為張建宗失職 只是建和和高層 並沒有關注工人訴求 李卓仁又說 應該由工會代表工人 和外判商談判 否則工人可能會受到秋後算帳 不受保障 香港天后記者文家後補導